自助世界平童 台湾爱心不落后 7月6日晚间 世界展望会为了受资助的孩子们 在高雄一打世界举办了关怀音乐会 呼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全球的平童 当天下午 市展会也邀请了五位来自台湾各地的资助人 与孩子们面对面 共同度过一个温馨的午后 新希望基金会主办的 2012年首届抓码 Super Idol美语戏剧比赛 于7月7日在新电行道会热闹举行 参赛队伍分别来自于 小太阳计划及台东东光计划的 客后陪读班孩童与青少年 共有24队 最后由三峡礼拜堂的团队 拿下决赛第一名 新电行道会主任牧师张茂松宇比赛前 为小朋友及青少年勉励说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Super Idol 并且祷告说 盼望孩子们未来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是卓越 杰出且充满荣耀的孩子 担任评审之一的Lisa老师 同时也是彩虹戏剧的编导 他分享说 这群孩子们用生命教育的彩虹英语教材已经三年了 他真的看到了爱与教育 在孩子们的生命中带来真实的改变 以上新闻由国度复兴报记者编辑播报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